那在這個叫南邊嘛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個星座叫北面座 就是北邊的皇冠 有南邊就有北邊 那北邊皇冠在哪裡呢 他在五仙座的隔壁 這邊大概在這裡 這邊是北面座 那是因為這個是前一個季節 也就是春季的星座 所以基本上老師應該不會跑啦 萬一跑到路大家可以記一下 這邊的五仙座的隔壁就是北面 他是一個向上 有點像微笑的表情 六顆星星連起來的一個微笑表情 那時候北面 北邊的皇冠 那再對一個南邊的皇冠這樣子 好 那這一條連線我們就講完囉 那我們再次講下一個連線 好我們從那個天晴座的獅女一連到天晴座的荷魯 這一邊 這樣子連下來之後呢 他會找到我們的皇道十二宮的另外一個星座 在人馬中後面就是摩羯座 摩羯座它是一個羊頭魚身的形象 如果大家對那種神話有研究 或是有興趣有疑惑的話 大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這個是羊的那個頭部 然後連到他的這邊的是他的魚尾巴 這個就是摩羯座它整體看起來 有點像一個張開嘴哈哈笑的一個形狀 那他的行星都比較暗啦 所以比較質量比較明顯的 就大概是這幾顆比較明顯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比較大的星座之後啊 這邊還有幾個小星座還沒有講 那我們再回來講 剛剛說我們從天二座連到天晴座之間 會有一個四色星的天線座嘛 天線座的隔壁過來一點 有個五顆星 有點像一把小手槍的一個形狀的星座呢 就叫做海豚座 大家想像一下其實也還蠻像的 比起人馬好像沒有很像 那個蛇子好像也不像一個人 那這兩個都算是比較形象畫的 比較像他的名字類的星座 他這邊就是有小小的五顆星連下來的海豚座 那這邊都是動物嘛 這裡一隻兩隻 旁邊還有一個 有點像一個我們小時候小學生畫那個小草那個形狀 有沒有 這樣子四顆星連起來呢 就是小馬座 然後再過去的就是修天的星座 這邊是小馬 那我們夏季大致上的那個星座 就長這個樣子 好 大家有問他 或是聽不清楚要再進食的 沒有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講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 仔細的介紹我們每個星座 那剛剛有說過 那剛剛有說過 這個是用Cellar 截圖下來的 模擬下來的 那每個軟體 他可能畫的星座的那個連線啊都不太一樣 那沒有關係 就是你一早畫得出來像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剛剛說 因為他會的太高 我放不到 這個呢 有比較小一點啊 這個就是因為有個頭部 然後頸部 然後你知道身體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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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兩個翅膀 那所以這一顆呢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天津寺 那天津寺怎麼寫呢 就是 天津的那個天津寺 那這個 天津寺呢 他其實是一個 超大的巨星 他大概比我們太陽的寂靜啊 他大概兩百到三百倍 只是他離我們太陽是太遠了 距離我們一千六百光年 但所以呢我們看起來好像說 欸他其實沒有那麼亮 他其實是因為他離我們很遠 他本身是非常的亮的 只是因為我們離他遠了之後呢 他的光就 傳過來那個亮 變得好像沒有那麼亮 這樣子 那你看喔 他的亮度其實是我們太陽六萬倍 我們現在太陽 現在你都沒有辦法用肉眼指示太陽長 更何況這個 亮度是太陽六萬倍的所亮性 那但是我們如果在 晚上站在地球看的話呢 這一顆星其實 沒有到非常非常亮 那他是在我們全天亮度看你的第十九 但是如果說就是 一般啊在市區還是 原來他還是看得到 他算是還看得到的星星 那這一個 天津寺呢 欸有人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天津他其實是渡口的意思 大概說五百是渡口 那其實呢 欸我們回到下面給大家看 這個 這個地方啊 為什麼會像他們 牛郎之女呢 因為剛好 天鵝住 他飛的 他頭部這樣子 飛的那個 角度下來的 其實就是銀河 這邊呢 就是銀河的方向 那像夏天呢 看銀河呢 拍銀河是最漂亮的 那剛好這一邊呢 是銀河中心的位置 啊會拍到很多星星 所以呢 這一塊是 這一條就是銀河的那個地方 所以呢 他呢 在天鵝座那個 屁股那一顆 天津寺呢 感覺就是 過河的那個渡口 有沒有 所以呢 他才會被這樣子做命名 好 這個 那接下來呢 天鵝座其實也蠻有趣的 他除了屁股那一顆之外呢 他頭部這一顆也是 蠻好玩的 他其實是一個雙星 大家知道雙星是什麼嗎 就是 兩顆星星會互相 環繞對方 叫做雙星 就像那個 月球 月球是繞著地球轉 地球有繞著月球轉嗎 沒有 所以這個 就我們叫雙星 他雙星就是他們 兩顆星星呢 會找到他們兩個 之間的那個 持量的中心 然後互相 繞著那個中心 在轉 這個我們叫雙星 那雙星有個兩種 一種叫做 視覺上的雙星 就是 我們 因為離他很遠嘛 這樣我們在地球看過去 那兩顆好像連的很近 好像是雙星 那種就是 視覺雙星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太空裡面 他們兩個星其實 離得非常的遠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 是物理雙星 就是剛剛我說的 就是兩個星星之間 他們有一個 持量的中心 然後他們互相 繞著那個中心轉 那就叫做 物理的雙星 那這一顆 一貼了這個口部呢 他的名字叫做 免到真七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說 誒 他的那個屁股那一顆 叫做天津獅 我們剛剛有介紹到 什麼吃女藝啊 喝乳 都是一個名字 一個星官的名字 再搭配一個數字嘛 那這一個呢 在星官的名字 跟數字中間呢 交了一個正 加了這個字 這個呢 是因為 在五代的時候啊 大家可能 技術沒那麼好啊 所以呢 一開始我們看到 是一顆 那一塊就是 可能就是七顆 幾顆 然後等到大家 那個 技術人員進步之後啊 或是 大家開始 天氣可能比較好啊 怎麼樣的之後 發展比較好的時候呢 大家就開始發現說 誒那附近其實 不只有七顆星 可能還有更多顆星 那我們要怎麼命名呢 就用他附近那個星名 再給他增加個 增加一顆 增加兩顆 增加三顆 所以呢 他就有個 什麼星官 真幾號 所以這個 免到真七的 這個名字 就是這樣來的 在那附近啊 他是被發現 多增加了一七顆 那這一顆呢 他就是一個雙星 然後他的那個顏色 很特別 他兩個星星的顏色不一樣 一個呢 是呈現藍色的 啊 另一個是呈現橙色 橘色的 這個呢 大概有我們那個 台北市民的 天文館那邊 大家有去過天文館嗎 有嗎 有一些人 有兒生沒去過 那 有機會的話呢 大家在週末的晚上啊 有時候天文館 他在天氣好的時候 會開放他們的那個 望遠景給民眾去觀看 大家可以去看 是免費的 當然就是排隊 大家一個人的 文流去看 那他們有時候呢 就會把目標定在 這個 鐵刀整體上 大家就可以透過 那個望遠景 很明顯的看到說呢 欸 有兩顆 顏色不一樣的 兩顆星星 安置金在一起 啊 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去天文館那邊看 還蠻有趣的 那 我們也可以用Sellerin來模擬一下 給大家看 好 摸一下 喔 沒裝好嗎 好 那我先把 好 這一顆喔 我們這樣點一下 他就顯示說 欸這一顆就是名字嘛 點到真心 那我們在用Sellerin的時候 按一下後擺鍵 他就會把那顆星星定位在畫面的中間 好 然後我們在滑滾輪 把他 放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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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發現欸 真的有兩顆星喔 啊 因為放到比較大的之後啊 地球可以刺斷他 所以呢 你就會感覺到 那星星在動 放到比較大的之後 就會有 這樣的現象 啊 如果說你點了他的話 就比較不會 他就會一直保留在那個畫面的中間 就是Sellerin 因為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多用這個 模擬的軟體 去看一些星體啊 或者是天體之類的 像最近 你蠻 最近晚上都看得到很多的星星嘛 像火星 木星 土星最近都看得到 那大家也可以用Sellerin去模擬說 欸大概幾點的時候 他會開始升上來 我從今年可以開始觀測他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繼續講 欸 接下來就是天晴座 天晴座呢 他的主星就是這顆獅女衣嘛 他這個星座啊 畫起來呢 就是一個三角形 再加一個等 欸那個叫什麼 平行四邊形 好 這個 剛好 算得非常剛好 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再加一個 三角形 三角形 那這個 看我們這一邊呢 就是織女衣 就是我們大家熟知的織女星 那再來為什麼他會叫織女星呢 其實在古時候啊 他就是在古代人當他發現說 欸那個太陽下山了之後 那個從地裡面升上來這一顆星的時候呢 婦女們就要開始織布了 好 所以呢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典故呢 所以這一顆星呢 就被命名為織女星 好 這個是他名字其實是這樣來的 然後這一顆星呢 他也蠻特別的 因為上個禮拜老師應該有個大禮拜 大家說過星等 對吧 星星的等級 亮度的等級對不對 那這一顆織女星呢 他剛好就是標準 他是零等星 所以呢 再來很多科學家 他們很喜歡 就是用這顆星的去做 所有亮 跟其他的星星的亮度做比較 那就是比他亮度比他暗幾倍 那他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那顆星是屬於多少個四星等 那這一個呢 他在我們地球上看 是全天第五亮星 那他距離我們多遠呢 距離我們的太陽系 有26光明 那因為睡省 大家上禮拜應該有提到睡省 大家還記得什麼嗎 好 就是那個地球自然軸的那個 一個 運動 所以呢 因為睡省的關係 其實在一萬兩千年後呢 這一顆織女星呢 就會成為那個時候人類的北極星 他就會是北邊的那顆星星 那這一個 這個我們剛剛講過了嘛 那在這個 這邊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就是三角形最遠的大陸巾 那距離這個大陸巾 最遠的大陸巾 就是這兩個 那這兩個的中間呢 如果說大家有拍照啊 可能大家這邊 家裡可能有單眼相機 或者是能夠長時間曝光的相機 大家對著這個區塊拍照 你有可能就可以看到一個 無獨的一圈 這樣子 這個呢 這個天底呢 它是星空天底 就是我們用肉眼 基本上看不太到 必須要透過望遠鏡跟相機 去做長時間曝光啊 才會看到 就算天氣再好 有一些特殊的星空天底 我們可能看得到 但是呢也不會看得那麼漂亮 這個呢 這些很多色彩啊 比如說像銀河也是 那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那些很漂亮的銀河照片啊 很多天底的照片啊 都是他們用相機拍照之後呢 經過厚次處理 把那個顏色慢慢調出來 慢慢拉出來 呈現它最接近它的顏色的樣子 我們用肉眼的是 沒有辦法看到 那麼燦爛的顏色的齁 那這中間的這個呢 這個天底的名字 這個有點像甜甜圈的那個名字呢 它就叫做M57 這場研討M57 它叫做天晴座的行星狀星雲 欸為什麼會這樣叫呢 這個 這個中間啊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話 這邊中間是不是感覺有一顆 小小的一個星 有嗎 看到嗎 這邊中間有一顆白色的點點 非常的小 這個呢 其實呢 這樣子的一個星雲啊 很多都是那個 恆星死亡之後的產物 好 那恆星死亡有分 很多種來有一些是 質量比較大的行星 它死亡的時候就是直接爆炸 好 爆炸出來之後會有 另一種 升空天秤 那像這種呢 就是它的本身那個 原本的恆星的質量沒有很大 所以呢 它最後在老年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一直膨脹收縮 膨脹收縮 所以呢 最後它的質量東西就慢慢的 縮成一個小小的點 我們就是要幫它白眼睛 像我們的太陽 因為它不夠大 所以它在晚年的時候呢 老的時候呢 也會慢慢濕成類似 像這樣子 然後它在膨脹收縮的過程中 會慢慢的把這個雲氣往外帶 雲氣往外帶 所以呢 就一直衝擊 就形成了 讓大家看到這個影響 那這個感覺就有點像說 中間有一顆星星 然後旁邊那個雲氣呢 圍繞著它 這個感覺有點像 太陽系的那種 行星系統的感覺 所以呢 類似這一種的升空天秤呢 我都會稱它為 行星狀群星羽 那因為它在天晴座裡面嘛 我們為了區別它 就叫它做 天晴座的星星狀星羽 那有一個天文學家呢 在法國喔 有一個天文學家 他就把 類似這一種 升空天秤呢 就把它編一個編號 像這個M57呢 就是那個天文學家 編出來的 那天文學家叫什麼名字呢 它叫做梅西爾 梅花的梅 然後西邊的西 然後 耳康的 梅西爾 當然有人叫它梅西爾 就是那個 葉的那邊 它這個M57呢 就是在梅西爾的星標裡面 排第57個的天體 這個梅西爾也非常的有趣 它呢 是在法國 他是個法國人 然後在法國的天文台工作 那它的工作內容是什麼呢 它主要是負責找彗星 這邊有沒有人看過彗星 比較有名的彗星 比如說 那個什麼 哈雷彗星 大概 親幾年後 回彗一次 哈雷彗星 那 那個時候 那個梅西爾呢 他的工作 他在天文台的主要要做事 就是 找彗星 那他那個時候的那個 技術就沒有那麼好 科技沒那麼發達 那那個望遠鏡啊 做起來就沒有像現在的那麼高級 所以呢 他們